每到五月份,总是特别激动0517这个数字,似乎早已经刻进了每个果果的心中。 今天诚意又新官宣了商务,恭喜诚意解锁,有科术,全球品牌代言人,城主礼盒和莲花礼盒,你们都买到了吗? 说起有科术,果果们纷纷诉说,哥哥是难得第一人,都要纷纷去扒了老头衫。 我们的诚意哥哥,每一张睡衣图片里都配了白色打底衫,甚至还把扣子扣得严丝合缝,脚穿小白鞋,主动一个严严实实,有科术氏,创立于2018年的贴身衣物品牌,等等。 贴身衣物,诚意要代言贴身衣物,那是不是代表我们这次可以衣保眼福了? 当我们正想着这贴身衣物,诚意会拍什么样的物料出来,它那么保守,贴身衣物肯定不会给看了,那就应该是家居服了吧。 想着能看到诚意穿家居服,心情也是蛮好的,我以为的诚意穿的家居服会是这样的,结果呢,看到网上露出的周边,却是这样的。 谁家穿家居服还在里面套老头衫啊,谁家穿家居服把最上面一颗扣子也扣得严严实实的呀,谁家穿着家居服还穿小白鞋啊,不是应该穿拖鞋或者赤脚吗? 诚意这是防火防盗防果果,一个脚丫子都不给果果们看啊。 万万没想到的是,一个卖鞋和卖奶粉的都比卖睡衣的露得多。 诚意哥哥,咱们这么多年关系了,这是不是太见外了一点,谁能告诉我,是谁,到底是谁,让诚意连上网了。 之前的黑纱让多少果果们流鼻血,结果第二天就缝上了,后面身V的西装也是沾上了,露不了一点。 好不容易等到诚意代言贴身衣物了,结果还捂得这么严严实实的,果果们这是为爱判处终生吃素了吗? 诚意完美的诠释了,聪明是可以被演出来的。 剧里800个新眼子,剧外衣服都能穿反,这反差萌瞬间拉满,在拍底线时,诚意上班时穿衣服穿反了,穿反了就算了,还被自家果果看出来了,看出来了就算了。 还当着诚意的面说了出来,一哥,你今天上班衣服穿反了,果果们也太爱干净了,就喜欢拿诚意的面子拖地,不过诚意迷糊到衣服都能穿反,他难道不会觉得有点勒脖子吗? 这么可爱的他,不逗逗怎么行呢?果果们还有更可爱的,帮诚意找借口说,人家是觉得前面太花了,所以才反着穿的,诚意可爱,果果们也这么可爱,所以我说诚意和他的果果们是最佳CP,应该没人反对吧? 之前悲剧熊刚刚官宣的时候,我就已经知道了,有柯树这个品牌在后面排着队,等着官宣,当时对有柯树的期待值简直拉满了,毕竟是好不容易等来的内衣代言。 所以,早早就已经挠不过很多画面了,想了无数种他会如何拍有柯树的宣传片,猜想过很多很哇塞的物料照片,比如,也想了无数种有柯树的周边会是哪种风格的? 我都已经搬好小板凳,结果,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啊,他的有柯树内衣广告竟然是这样拍的,请问傅诗奇,你还记得你代言的是个内衣品牌吗?还有品牌爸爸,你们是否太宠代言人了? 哥,你说你睡衣出来就算了,套个老头衫也不说啥了,扣子都扣到脖子上,你跟你的果子,是有多见外啊?咱们说好的一家人呢? 新的周边,好看是挺好看,但是吧,咱就是说,都家居服了,老头衫是不是就可以扔了呢?要不,哥你考虑考虑,代言个老头衫吧? 保证卖断货的那种,有柯树品牌坊也是,真的宠他呀,主打的就是一个,承意愿意怎么穿就怎么穿,突然有一种不太妙的感觉,他似乎已经知道了,他这满原果子,已经熟得金黄金黄的了,承意是二质网素,奈何有个八质网的吃瓜家族群感觉现在啥都瞒不住他了,要不,申请一下,承意的家族群,可不可以把傅诗奇踢出去,开玩笑归开玩笑,优秀的承意,还是很值得大家期待的, 同款家居服也可以get起来了,只等官宣那天了,优秀的人,永远是值得被期待的,我已经数不过来,这是承意莲花楼爆火后,第几个代言了,当然,这也不是承意的最后一个代言,突然感觉喜欢承意,就像是看了一部爽文逆袭大男主,一般痛快,他一步一个脚印,不断精进自己业务能力,从螺丝钉般的小小配角,一路演到了顶梁柱的存在,只要出镜,一定就是最显眼的那一刻, 或许是越努力的人,就越幸运吧,从四年前的零代言到现在的十几个代言,他靠的全是演技和过硬的人品,但凡播剧就吸粉,今年商务更是井喷市一个接一个官宣,他的努力和才华也终于得到了回报,我也一直觉得代言和剧播是相辅相成的,有效的剧播会让让更多的商家认识到诚意,选择他,在高国民度的加持下,他的商业成绩得以后继勃发, 优质靠谱的代言也会为他增加更多的曝光度,在高国民度和过硬的演技加持下,获得资方的认可度也越来越好,而不同于以往的代言,有棵树似乎格外地受大家期待,只不过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了,诚意大概率会穿家居服出来,莫名就想起了哥哥那个拥抱生活警告了, 所以,还是不要总想一些有的没的,努力做好声量吧,大家应该也发现了,剧其实就只有两种,要么就是暴剧,火得一塌糊涂,全网都在讨论,要么就是扑剧,无声无息,几乎无人问津,而这部剧的底盘,往往都依赖于强大的剧粉,粉丝对剧的作用,在强大的剧粉面前,真的挺渺小的,但是诚意的这部剧,真的太让人惊喜了,一个90年的演员, 已经独扛双平台,S加号头部大剧,这可不是小角色,而且还是日活最大的平台,可想而知,他的影响力有多大,诚意根本不需要去别人赛道上几赛道,他拥有自己的舞台,直接在自己开辟的新赛道上驰骋,他就是武侠新世界的第一人,武侠大男主抱具标杆,赴山海是几代人的白月光,影响力会一直延续下去,每个人谈到武侠,都会想到诚意,他让武侠 武侠幻发出了新的生机,也让我们看到了武侠题材的无限可能,他的演技,颜值,气质,都完美地契合了武侠这个题材,让人一看,就深深地被吸引住了,他塑造的角色,无论是情感还是武打戏,都堪称一流,让人看得热血沸腾,这样的诚意,这样的武侠大男主,无疑会成为未来的一个新爆点,5月2日,狐妖小红娘王权篇杀青那天,大量的果果赶往横店,给齐齐应援,果子的热情, 是对齐齐最真挚的爱意,无关爱情,却胜似爱情,但在无人知晓的背后,齐齐默默做的那些细微的小事,果子们又知道多少,那天果子们喝的奶茶,是齐齐五一提前就订好的,奶茶店闭店做了一天,涛地说,把店里的都搬空了,果子应援的那条街,晚上本来是不开路灯的,是齐齐花了钱,让人特意打开,那天晚上,齐齐下班后,本来是打算走着来见果子的, 但为了她的安全,被工作人员拦了回去,她坐着三块三出来时,手一直放在车门的把手上,随时准备开门,她想见她果果的心,真的很迫切,车停稳后,车门刚开一条缝,她的脚就伸出来了,蹦蹦跳跳跑上台阶,尽量站高点,让大家都看到她,她对果果的爱,都藏在这一点一滴的细节里, 永远都是坐大鱼说,我真的哭死,她这个傻子,经历了那么多次网报,依然捧出一颗真心,赤诚不改,她从不说爱,却处处是爱,我们总期待着,能借着生日这一天,好好和她聚一聚,聊一聊彼此的近况,特别要强调的是,诚意今年的生日,会以线上的方式,和大家一起直播庆生, 今年不会有线下的生日会,果果们记得无紧自己的钱袋子,不要相信任何售票信息哦,2021年,齐齐唯一举办的一次生日会,都是以线上抽票的方式,决定谁去的,从来没有收过门票,反而给参加的果果们送了很多礼物,所以,大家不要轻易相信任何途径,任何人,今年是线上直播一起庆生,可是恒电安排好的应援活动,依然是有的, 其中更有非裔文化打铁花项目,有时间游玩的果果们,也可以去打卡,重在参与,一切皆自愿,目前没有任何官方消息,诚意当天会在恒电,想去线下的果果们,能够遇到她,忽然好,没有遇到也不要失望,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平常心,降低期待,就当做是一次快乐的打卡,与果果们的聚会,开心游玩,不知道还有多少果果,记得去年的生日直播呢,你们答应哥哥的话,都有没有做到啊, 减肥的有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,好好减肥呢,燕子的有没有好好练子呢,游玩的小果果,有没有乖乖听哥哥的话,结巴而行呢,突然特别期待5月17的生日直播了,有好多好多话想说,明明他才刚刚离开恒电没有多久,可是果果却都已经在癫狂的边缘疯狂试探了,不知道哥哥的肃梦,独白练习的怎么样了,更想再和他一起,听一次肃梦独白,听一听我们的故事。